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龙河布城地区在实施有条件行管令期间 所有宗教活动都受到限制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德斯克菲菲表示 在有条件行管令下 祈祷活动的出席人数 需要取决于每个清真寺和祈祷室的大小 星期五祈祷最多不超过50人 Grefi昨晚在脸书发文告指出 经过国家元首的恩准 在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期间 所有选拢和不成的清真寺和祈祷士 可以在不超过50人的情况下 进行星期五的集体祈祷 至于成立祈祷时段 出席人数则不可以超过20人 此外出席者也要在清真寺和祈祷士 负责人的邀请下 才能前来祈祷 并且必须时刻保持一公尺的人身距离 Grefi强调 政府将会尽力确保所有清真寺 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以防止疫情蔓延 我国的疫情依然吃紧 昨天新增589起新增病例 同时新增4个感染群 包括沙巴一个 霹雳一个 纳米一个 以及一个横跨森美兰州和不成的感染群 另外有19个感染群 有新增病例 Bah Pengkalan di negeri Perak Rapal telah mengenalpasti 5 lagi case positive COVID-19 纳米也新增 Sagukin感染群 零号患者在10月11号确诊 目前累计5起确诊病例 另外国内其余的19个感染群 都有新增病例 包括吉打Dembo感染群76起 槟城本达拉招V感染群14起 和沙巴杜州斯兰盖感染群11起 其余的感染群则新增单位数病例 国内爆发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之后 雪兰额的确诊病例节节攀升 我国昨天新增的589起病例当中 雪兰额就占了150起 当中大部分来自巴达林的乌达玛感染群 新增105人确诊 累计132起病例 卫生总监丹斯林诺医上透露 雪州出现的乌达玛感染群 昨天新增105起确诊病例 当中只有一人是大马公民 其余的都是非本地公民 诺医上指出 卫生部先前怀疑 国内第12,549起病例 是乌达玛感染群的零号病例 不过经过调查后发现 来自同样感染群的第15,023起病例 才是乌达玛感染群的零号病例 因为这名从事保安工作的 28岁尼泊尔籍男子 更早出现感染症状 目前乌达玛感染群 共有132人受感染 其中的131起病例 是在雪州通报 另外一起则是在马六甲通报 而确诊的132名患者 大部分都是非本地公民 占了107人 其余的25名患者 则是大马公民 直到本月15号 这一个涉及雪州尔麦 巴达林 乌鲁冷月 以及马六甲 亚罗亚野的乌达玛感染群 已经有447人 接受病毒筛检 269人成阴性结果 46人还在等待检测报告 同样来自雪州的 立阳高尔夫球俱乐部 因为出现多起确诊病例 因此被实行加强行管令 长达两个星期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 Nik Ezzani 助理总监透露 目前有关俱乐部的员工宿舍 已经有507名住户 接受病毒筛检 累计26个人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立阳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员工宿舍 早前因为前后两天 发现23期确诊病例 因此从本月12号开始 落实加强行管令 直到25号 涉及三栋大楼 共597名住户 包括大马公民和非本地公民 马电讯公司昨天证实 有10名职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至今已经累计13个人确诊 对此马电讯宣布 所有职员已经受指示 在家里工作以免病毒扩散 马电讯发文告指出 从11号公布三名职员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卫生部已经和该公司合作 确认并联络所有和确诊病患 接触过的人 以便进一步采取行动 新发现的10名确诊病患 分别来自吉隆坡马电讯大厦 NXC1以及雪兰儿万劳 目前马电讯所有职员 已经接获指示居家工作 而受影响的办公室则关闭7天 以便展开消毒工作 文告也指出 由于我国的疫情持续恶化 马电讯已经暂时停止 在红区内的办事处 柔佛州尤其是新山的确诊病例 一直在增加 新山市政局发文告宣布 从昨天开始暂时关闭管辖范围内的九大种类市集 包括早市、夜市和农民市集 直到另行通知 以预防病毒扩散 新山市政局在文告中指出 暂时关闭的市集共有五十个 包括管辖范围内的十六个早市 新山市集 梅加勒花园婆罗州早市 以及新山滨海公园 靠海原住民云产市集 涉及两千六百四十九名夜市摊贩 以及八百二十二名早市摊贩 与此同时 乌达新镇联邦农业销售局农业市集 拉庆联邦农业销售局农业市集 碧兰东联邦农业销售局农业市集 以及拿督翁镇 勇望广场联邦农业销售局农业市集 也不被允许营业 文告提及 当局势援引一九七六年 地方政府法令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F项条文执法 促请所有业者遵守法令 以保障自身的健康安全 雪兰额 吉隆坡和布城 重新实施有条件型管令 警方开始在南北大道收费站 增设八个路障检查来往的车辆 使得南北大道的路障总数 增加到十七个 南北大道公司在文告中指出 八个新地点新增了路障 加上早前设置的九个路障 目前共有十七个路障 新增的路障地点包括万脑 丹荣马林 五级拉热 嘉颖 万宜 舒邦在野 USJ 布特拉高原 以及太子城的收费站 当局呼吁民众 没有必要减少出门 降低受感染风险 共同发挥Gitar Jaga Gitar的精神 确保前线人员安全执行任务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泰国曼谷实施宵禁之后 昨天晚上还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继续在市中心集会 要求首相帕拉去下台 欧洲的单日新增病例超越美国 数个国家的病例创新高 入冬之后可能面临另一波的挑战 稍后一起掌握国际药文 请别走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陪你看书的移动图书馆 好书共享的Books on the move 别具一格的阅读咖啡馆 生动有趣的阅读工作室 推行工艺的秋节街头书房 携手共建大马书香社会 欢迎回来 截至今天早上 全球累计一百零九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三千八百七十八万人确诊 欧洲的单日新增病例超越美国 苏格国家的病例创新高 入冬之后可能面临另一波的挑战 过去一天 美国新增六万两千多起病例 新增八百一十二人病逝 目前的累计确诊病例 已经达到八百二十一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达到二十二万人 印度则是新增六万七千多起 累计七百三十万 巴西新增两万八千多起 累计五百一十六万例 欧洲的疫情似乎越来越严重 法国昨天新增超过三万起病例 累计病例达到八十五万 英国也是新增一万八千多起病例 累计病例六十七万例 世卫组织警告 欧洲的疫情形势严峻 如果各国不加强防疫措施 到了明年一月 冠病死亡率可能比今年四月 高出四到五倍 日本的病例也有所上升 过去二十四小时 新增超过七百起病例 东京占了二百八十四起 目前东京大阪和神奈川县 依旧是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地区 东南亚方面 印尼的疫情超越菲律宾 昨天新增四千四百多起 累计病例逼近三十五万 菲律宾新增两千多起 累计病例三十四万例 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渐渐逼近 尽管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攀升 不过依然无阻特朗普到各州展开竞选活动 除了积极败票 特朗普也展示了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 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提及儿子巴伦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恢复的速度非常快 认为年轻人拥有强壮的免疫系统 借此呼吁美国学校恢复正常上课 特朗普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展开竞选活动时 这么表示 在活动上 特朗普谈到了自己在接受新冠治疗期间 所使用的药物 他说美国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和药物 并认为美国已经找到了治愈方法 特朗普是在本月2号确诊 入院治疗三天后便出院 十一号他宣布经过医生确认 自己已经对新冠病毒免疫 并且不具传染性 为了争取时间 特朗普从星期一开始重返竞选活动 马不停蹄在各个竞选集会上奔波 前往多个摇摆州败票 美国国护院早前向国会提交 首份香港自治法报告 点名制裁多名中国高官 指他们损害香港的自治 对此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表示坚决反对 并且批评有关的报告 公然污蔑香港 干预中国的内政 认为美国应该立即纠正错误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 香港国安法填补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漏洞 结束港独猖狂 扭转黑豹乱局 事实证明香港国安法对绝大多数守法的香港市民 和外国人而言是守护神 香港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自由得到了保护 犯人指出 美方所谓的报告 歇斯底里诋毁香港国安法 别有用心抹黑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拨乱反政治局 制裁官员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 再次暴露美国唯恐香港不乱 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的用心 犯人强调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应该立即停止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和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将继续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中国企业 以及有关人士的合法权益 泰国局势动荡 反政府示威浪潮不断 泰国政府昨天凌晨发布紧急状态令 禁止五个人或以上的集会 甚至逮捕了反对派领袖 但是还是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 昨天晚上继续在市中心集会 要求首相帕拉玉下台 泰国媒体引述消息指出 帕拉玉可能会在今天召开内阁特别会议 商讨如何应对局势 泰国昨天再有反政府大型示威 大批示威者 胡市政府发出的紧急法令 到曼谷市中心集会 他们高喊口号 并且举起示威手势 要求帕拉玉下台 以及释放被捕的示威者 数千名警员到场戒备 并且警告示威者 有关行为已经违反国家法律 要求立即散去 否则采取逮捕行动 但反对派领袖强调绝不退缩 并且会奋战到底 泰国的反政府示威从7月开始 直到目前都还没平息 而且还越演越烈 除了要求帕拉玉下台 示威者也要求政府制定新的宪法 并且改革君主制度 昨天凌晨 泰国政府发布紧急法令 警方随即到前天就开始通宵进行的 反政府集会驱赶人群 并且逮捕多人